山东人能吃辣 连东北人能吃的 四川人吃辣就是微微辣 我们吃辣必须得是爆辣 虎虎鸡准 三角五 鸡脚鸡 鸡针 凤菜 这就是咱们大大会的五大金刚 每道女都喜欢吃 这一车油是干嘛用的 这一车就是我们一下熬辣椒的红油 一车是24桶 一桶是22升 咱这一锅能加一千斤吗 这一锅正好加一千斤 咱们加了红油之后 它这又辣又香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家的魔鬼辣 那这个辣椒辣不辣呀 这个辣椒辣不辣 四川人看的心碎 江西人看的流泪 贵之为人来的都得贵才贵 只有我们山东人觉得没味儿 我们都平时当花转客的吃 那四川人不是吃辣很出名吗 那四川人吃辣才吃了400多年 他们吃的是辣酒 我们吃的是辣 那生香我们都空嘴吃 一人高的大葱我们都当零食吃 你看我们这辣椒一下 从盐子上都不一样 提高了好几个维度 这一锅就不要了 等一下装蛋再重新给你们炸一锅 这一锅就是为了出香出辣 接下来给你们加点提鲜的白糖 加上那么一小点就行了 再加一点点调鲜的味精 这么多吗 这是配好的 还有其他料呢 这个加的啥 那啥都告诉你 你们回去开场的呗 那谁还没点隐私了 一字调料是 看见没 我们给你用的都是小桶的 那一样的品牌 大桶和小桶味都不一样 熬这个汤干啥的呀 熬这个汤做点大大会啊 咱家这大大会的汤啊 很多人拿回家都舍不得热 直接拌点黄瓜 放点圆葱 那这是一道硬菜 这就是咱们大大会的鸡脚鸡啊 这个可是好东西 一只鸡只能出两个鸡脚鸡 这一桶得多少只鸡啊 多少只鸡 从咱东北排队都能排到德州了 这是咱们全自动的高频气泡吃鸡鸡 我们这机器还有一个外号 叫鸡爪律草 这脸洗加泡加冲浪 洗出来的比我这脸都干净 咱这一天能洗多少呀 那洗多少就取军一单能卖多少嘛 多少都能洗啊 那指定的 咱们大大会啊讲究分数搭配 咱们现在全有的没人吃就得加点共菜 这共菜是零温的 这都是鸡脚鸡吗 那你可是外行啊 那就是在山东 在其他城 它连圆前料都吃不起 这等于咱们鸡身上比较少的部分 一只鸡就能出一到两个 这个鸡脚鸡喜欢吃鸡爪的都比较喜欢吃这个 这个就是鸡爪上面那个部分 它咬起来里边有脆骨跟筋 口感特别好 又不像鸡爪子底部那块比较难开 它吃到嘴巴里边就是很清爽 老板说这个汤汁的话 好多人冲这个汤汁买的 吃完肉这个汤手不就要倒掉 留着再拌黄瓜吃 我今天一尝我是相信了 这个鸡三角骨一只鸡就这么多 它这个是不含肉的 吃起来是那种脆脆的口感 要纯肉的话 吃起来故意会比较腻 这样搭配刚刚好 咬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